卖街画 南方会叫卖草画 北方更多的是叫卖杆画 我叫胡可荣 是锦衣锦品卖草画的第八代传承人 然后我们团队 现在是由 还有七个人 其实它最初是起源于汉潮 兴盛于随潮 自己去制作 然后我们也可以负责装表 把这个麦杆晒干 之后就是抛杆 晕烫把它拥平 想做的图分解 之后就剪下来 这个做好之后就是拼贴 拼贴之后装备 我做的第一副作品是牡丹 但是我感觉 那么细的头发丝那么大的 那种小毛毛 能贴成一个动物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呢 我就让我爸教我 耐心是非常大的一部分 纹理啊 你就要一直注意这个走向 一个稍稍不留神 哪个地方错了 还需要重新弄 就那种一点点拼贴出来 一个一米二的一个作品 我妈说那幅作品 已经从事十几年的老人工都做不出来 今天是用品 我们都可以把它用到 我们现在 我们想把传统与现实相结合 比如说那些钥匙扣啊 手机壳 机管 所以就是我们这次的定位是 提高这个人们购买的评测 让更多的人买 然后拿的这个是一样的 交手模式就是线上加线下 线上的话 直播短视频这块 包括一些线下的一些展览啊什么的 之前就是像我爸妈的公司 他们就已经很符合现在的潮流了呀 就把现在比如说什么汽车内饰啊 屏风啊 都已经结合了呀 我为什么还要再创业呀 团队还有老师给我解答了这个问题 真正的弘扬非物质工化遗产 还是需要就提高它的品次 购买的品次 曾经也想过这个传统的东西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随着时代的发展 会被淘汰掉的东西 后来想一下它不是这样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能从古代传到现在 能传那么多年 就一定有传下去的理由 可能现在是遇到了低谷期 只要我们去想办法去创新 就一定可以把这个传下去 都会再创辉煌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